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女挑出她最喜爱的几件衣服 仔细叠好 风箱 放在她的棺木旁 这一件是她的最爱 她没有衬礼 轻薄 通透 柔软 神秘 可以想象当星追夫人 把她套在各种华服的最外面 华服上艳丽的文士 在这层薄纱下若隐若现 她走到哪里 哪里就是艳影聚会的焦点 这就是肃杀单一 两千年前的中国人 已经在创造这样的朦胧之美 直到今天 她透露出的韵味 一直吸引着后人去追寻她的绝代芳华 平肩 宽秀 然后直身 她不强调合体 但她服装和人体之间有一种叫内空间 然后她有空气在流动 马王堆汉墓的发现 让人们看到一座汉代文化的宝藏 因为墓主人的贵妇身份 这里又好像是发生于地下的一场 汉代服装秀 1972年到1974年 这里一共出土了数百件 汉代私织品和衣物 其中最令研究人员感到惊叹的 就是肃杀单一了 但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年后 蝉意一般清透的肃杀单一 已经非常脆弱 今天的人们只能尝试通过复制 来再现她起初的样貌 整件衣服长1.28米 两袖通长1.9米 即使算上文景乡边的衣领 衣袖口和衣襟边缘 整件衣服一共只有49克 南京云井研究所 正在第二次尝试复制 因为之前制作的复制品 总是比肃杀单一要重 经过更深入的研究发现 肃杀单一的蚕丝鲜度 只有11.2单 也就是说 制作肃杀单一的丝 每9000米只有11.2克 而今天最高级四肢物的鲜度 也要14单左右 原来经过千年进化 现代的蚕越发健壮肥胖 土猪的丝也就粗了很多 蚕宝宝即使享受 却已经回不到当年 细弱尤丝的身形了 西汉之后 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 西方人一直把中国 称为塞里丝国 意思是丝来的地方 这些丝穿梭着经纬 也织就着一个民族 独特的气质 衣着会让人们找到自己 安安静静交叉的领子 直身的不合体的形质 让肃杀单一在穿着的时候 出现了很多随机的线条 这样的衣物并不捆绑着身体 相反 穿上它的人 神采可以随着衣上其物 自在地飞扬 它是自由的 人体在里面也是自由的 就人洋洋洒洒地 很自在 很亲定 我认为它是一种自由 礼仪之大 称之下 张福之美 魏之华 肃杀单一是属于那个时代的 却仍然在影响着 两千年后的中国人 它是中国服装史上的千古传奇 但又与今天的生活 并无沟壑 因为它就是属于中国人的 自由浪漫的样子 国宝留言持续更新 请注意查收